大家好,我是阿影 今天要說的是製留生 The Whole Office 香港人每年都會有賀歲片 而荷里活每年都會有聖誕電影 最出名的有播足三十多年 都還是年年很多人看的Home Alone 簡直就是荷里活版本的 Nikgu Nikgu新年才 但今天要說的是製留生 他居然是拍聖誕電影 拍到提名奧斯卡最佳電影 最佳男主角、最佳女配角、最佳原著劇本 還有最佳剪接一共五個獎項的提名 拿到多少就未知 寫告這一刻還有三天才頒獎 想像一下有一年的金像獎 由賀歲片恭喜發財運運來獲得五個提名 拿不拿到未知 但都夠寫入史冊 講回奧斯卡查紀錄 從來未試過有一部聖誕電影 可以拿到奧斯卡最佳電影 這套可不可以創造歷史 就幾天後就會知道 但這套值不值得有這麼多提名 我可以很負責任地說 絕對值得 他的劇情是很老套 非常老套 聖誕電影 當然是講家庭、Family 講愛 愛是什麼 愛就是犧牲 愛就是選擇 血緣關係和感情是否應該會掛勾呢? 一個孤僻的老師 和一個被父母留在寄宿學校的學生 究竟可以拆出什麼火花 在聖誕節 大家都知道會是一個歡喜冤家的流向 一個沒有血緣的父子情的萌芽經過 就好像我們經常說 老套其實不是問題 比賽是這樣的 好似游泳、打球 不就是你做什麼他做什麼 電影更加類似於 那種體操或武術的表演式比賽 有些人可以搬一套 從來沒有人見過的拳法出來 新奇好玩 也有人可以像這套戲的導演 Alexander Payne 一樣 打一套很老套的招式 不外乎都是踢腿、直拳、飛腿之類 但打到100%好 去到可以提名奧斯卡最佳電影的地步 官乎奧斯卡近年的取向 2020年的Lomad Land 2021年的Coda 2022年的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都是一些講個人情感、講家庭 講面對自己缺陷的電影 所以制留生未必只是陪跑 我甚至可以說他絕對是一隻黑馬 至於他怎樣將一套普通的招式 打到世界冠軍的決賽 由於涉及電影的角色素造 以及故事的結構 即是會劇透 如果你介意的話 可以先去看電影再回來看我們 劇透線之後就正式開始了 故事就是講一間美國有錢人的寄宿學校 男校 裡面有一個教了很多年很古怪很孤僻的老師 到了聖誕放假前夕 本來今年負責留守的另一個老師 吹水就說自己家人生病了 當然他想回家 這個古怪老師男主角本來就沒有地方要去 幫他頂 這個聖誕假就由這個古怪老師男主角 留在這個學校陪那些留校生 整間學校只有四個學生 本來還有一個本來就住在學校裡面 負責伙食的阿姨 而學生男主角就是因為他媽媽臨時有事 要陪他的繼父 所以叫他都留在學校那裡 來到這個位置 好像都是很普通的劇情 衰些說句 愛回家都有新意過他 但如果你入場看 你就會看到他的巧妙的安排 以及無需解釋性對白 但可以令到觀眾明白一切 他想解釋給觀眾聽的那種技巧 一些設定 例如住校阿姨的兒子去打月戰死了 那就已經一次過可以說兩件事給觀眾知道 包括故事的年代和阿姨行為的原因 還有最重要就是那種窮人 即使接受到好的教育 仍然無法上流 資本主義社會創造的階級紅溝 是可以讓觀眾感受到 又例如 學生男主角一個電話 就已經解釋他媽媽來了婚 他有繼父 他媽媽覺得他是婦女 他很想擁有家庭溫暖 很多事情 他只是靠對白 表情和場景 就可以令到觀眾完全理解 感覺就像跟朋友一起去經歷一件事 你不需要你的朋友跟你說 哎呀我很開心 但你仍然感受到他很開心 又或者身色的一個人 你一步一步從相處裏面 去了解這個人 究竟他的人生是怎樣走過來的感覺 這件事其實就是戲劇的基本 只不過基本功要做得好 並不是想像中那麼簡單 很多幾億美金成本的製作 仍然是連基本都做得不好 而這一套制留生 就是把基本的東西做好、做滿 他不要跟你打三個空 然後再飛退 他只是平平實實地打一個直拳出去 但觀眾就會感受到 這拳的力度有多猛 有多極限地做得好 經過老師幾日軍訓式的生活之後 一位學生的爸爸用直升機來接他去滑雪 那位爸爸就說 其實可以聘請其他制留學生一起去滑雪一起去玩 那老師主角都很開心 因為他終於可以過一個人很寫意的假期生活 但是呢 學生主角就因為他媽媽沒有聽電話 他就拿不到permission 正所謂 沒有得你的允許我不會浸下去 所以學生主角就和老師主角留在學校過聖誕 這位置做得非常非常漂亮 果斷地令配角退場 而保留故事的合理性 亦可以將電影餘下的時間 給故事想塑造的角色 而最漂亮的是 這堆配角仍然是個性立體 是活生生的幾個人 是一個很漂亮的角色 他們散出來的屁孩味 那種他們代表的意識形態 仍然深深地可以刻在觀眾的腦裡 之後呢 就到老師主角 學生主角 還有住在學校阿姨的角色曲線塑造 休息一會 回來再跟大家分析這拳 打得極致好的直拳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頻道 我們頻道主要是做一些影視評論 每個星期二、四、六出片 有時亦都會做些關於電影的科學 或者歷史考據 講下故事 麻煩幫忙訂閱我們 如果你們喜歡我們 按這個按鈕請我們看電影 可憐一下我們幾個乞兒仔 我們會好感激你支持 角色曲線 即是以曲線的方式來分析 角色在故事發展過程中的轉變 以及他們經歷的內在旅程 這個解釋很深 簡單來說 一個好的故事 一個好的角色 在經歷完整個故事之後 就應該要有所改變 有所得著 而這個改變 同時地也要感染到觀眾 令大家沉浸在其中 而剛才講的三個角色 老師主角 學生主角 還有住校阿姨 都好好呈現一條漂亮的角色曲線給觀眾 即由劇情的推進 三個人各自的秘密一一被揭露 既解釋 角色之前的轉變是來自甚麼原因 同時又展開角色下一次的轉變 老師主角和學生主角 慢慢衍生出父子情 是因為他們都在對方身上 看到與自己的共通點 不是說他們兩人很相似 實際上他們兩人一點都不相似 而是在兩個人的交流當中 大家找到共通的地方 這正是生活中 人與人交流的方法 亦是人類感情建立的方式 電影用一個漸進且輕快的節奏去交代這件事 這件事就等於用一個沉穩的腳步 去跳出節奏輕快的舞蹈 就這樣聽都知道的難度很高 但這套滯留生就是做得到這一點 當他們感情建立好之後 他們之前收藏的秘密慢慢被一層一層揭開 觀眾更加了解這兩個角色 同步地兩個角色更加理解對方 連這一種理解不是表面的理解 是兩個角色都開放了自己的缺陷出來讓對方知道 希望對方可以幫助自己去面對這些缺陷 每個人都會有自己做得不好的事 有自己不擅長的事 亦都有一些無謂的堅持 這些東西形成的原因臨臨種種 但無可否認的是 這些缺陷就是形成一個人的重要成份 要怎樣帶著這些缺陷去面對自己 怎樣去面對世界 是很多人一生下來都要做的功課 好像老師的身體缺陷 或者他自己本身的心理缺陷 其實未帶到要求醫的程度 也未小到可以當他不存在 作為一個已經四十幾五十歲的中年人 他要怎樣面對呢 而當他面對同樣有自己缺陷的學生 他會想我要怎樣幫他呢 雖然他們的缺陷不同種類 但面對缺陷的時候的處境就是有那個共通點 即是說同一時間當老師主角面對自己缺陷的時候 他跟學生主角的感情又再進一步 同一件事件亦都同時發生在學生主角身上 整套電影就是這樣 環環相扣 一拳接著一拳 基本的直拳一直打下去 最後出現一套令人嘆為觀止的完美拳法 電影我見到長次其實不太多 可能看看反應才決定發行規模 我想更大可能是看看奧斯卡的成績是怎樣 Anyway 我挺欣賞發行購買這條片的勇氣 因為香港人沒有回家過聖誕這個文化 而這套戲也只是得到奧斯卡的提名 到最後會不會獲得獎還是未知之數 這麼早大家就可以去戲院看 絕對是一件好事 好 今天我要分享的就是這麼多 如果想接收多些類似的資訊 或者看多些我們的評論 唉 評論呀 麻煩幫忙CLS comment Like和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我是阿影 下次再見